美國總統奧巴馬,星期三在具有歷史意義的柏林·伯蘭登堡發表演說,提出爭取實現世界無核化的設想。 一名美國高層官員說,奧巴馬提議, 美俄兩國將各自戰略核彈頭在2009年條約的水平上再削減三分之一。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規定, 美國和俄羅斯應該在2018年之前將各自戰略核彈頭削減至1550枚。 白宮表示,奧巴馬保證繼續制止核武器擴散到更多國家,以及對伊朗和北韓私家前所未有的壓力。 奧巴馬演說當中還再次呼籲制定新條約,停止生產用於製造核彈的裂變材料, 並且推動美國國會參議院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。 巴馬文攻擊